直到最后时刻,嵩山那位都不敢相信她的失误 面对斯宪元的一滴点疑 嵩山那位依旧提出质疑 但斯宪元再次的手势 让其幻想直接破灭 邓阳组和暴冷奥运季军 他们就是台湾第一女双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场精彩的比赛 这场精彩的比赛 邓阳组和下半局的状态实在太好 几乎完全被动的情况下 依旧能够打出高质量的防守反击 在快节奏的对抗中 能够抓住得分的机会 下半局拿到了明显优势 最后的关键点 山羊组合的追分非常凶猛 一度守住两个局点 让比分差距缩小到仅仅一分 最后一球 邓纯勋揭发球抓机会 完美预探上阳出球 非常漂亮的拿到最后一分 成功拿到首局的胜利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实在太漂亮 直到第二局的下半局 邓阳组合依旧手握领先优势 但此时的山羊组合同样步步紧逼 场面充满着悬念 但就在16平后 山羊组合的发力以及邓阳组合的失误 让山羊组合斩获五连击快速取胜 这样双方就进入了紧张激烈的决胜局 比赛的结果再次有了悬念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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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问题 即使到了决胜局 面对刚刚拿到奥运季军的山羊组合 邓阳组合依旧能够摇紧底分 场面非常焦点 两人流畅丝滑的进攻 依旧会让山羊组合难以防住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抽中文字幕志愿者 石厌尔利文杨组合 开中文字幕志愿者 松山那位杀球下来 到了决胜局的关键点 邓阳组合已经拿到了六分的领先优势 几乎是胜利在向他们招手 但面对世界前几的山阳组合 此时依旧不能松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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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